玻璃草中的水母 宛如一朵朵不斷綻放的白色花朵 輕柔飄逸的在水中浮動 水母曼妙的舞姿 讓許多遊客流連忘返印象深刻 在日本鶴岡市的家茂水族館 目前收集了60種不同種類的水母 種類之多堪稱世界第一 還曾列入金氏世界紀錄 我覺得他們很漂亮 他們好像在空間跳舞 但除了水 水族館最特別的 就是建有世界最大的水母展示槽 這個巨大的圓形玻璃草 直徑有五公尺 容納約兩千隻的海月水母 在水晶音樂的襯托下 靜靜地觀賞 讓人彷彿來到夢境中的 另一個世界 幻想的 沒有看到的 像霉雲一樣 雖然水族館收集的水母種類 已佔全世界的2% 但廣方表示 未來還會繼續增加 培育挑戰性高的新品種 除了觀賞水母外 水族館也提供課程 介紹水母的一生 而在附設的咖啡廳 還可以品嘗到水母雙麒麟 讓遊客有一個完完整整的 水母體驗 這邊喜歡 海老產 口不少 閉嘴 一個 materials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